卸下政府停摆这块大石 联邦政府得以重开 白宫宣布 特朗普会如期飞抵瑞士达沃斯 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会议 报道称 特朗普除了在达沃斯论坛上致死之外 也会在场外与多国领袖 包括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举行双边会谈 据了解 今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 以在分化的世界中 打造共同命运为主题 有超过4000名各国人士与会 比去年增加了40% 规模创下历史之最 而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 被认为是分化世界的代表 这也令世界把焦点聚集在特朗普身上 此前有分析称 特朗普政府可能因其美国优先立场 而在达沃斯年会上 与全球其他国家和机构政经济领袖 展开一场激烈交锋 面对特朗普可能的踢换 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等 与会者将如何回应 备受关注 因为马克龙是欧洲全球化领袖 代表人物之一 这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相对立 马克龙21号接手采访称 自己与特朗普关系牢固 随后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2号原引外交消息显示称 特朗普计划于今年晚些时候 邀请马克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报道称 尽管特朗普曾多次在白宫 接待各国政要 此前的访问规格 从未达到国事访问级别 特朗普也是美国几十年来 首位任内第一年 不招待国事访问的总统 消息言识称 马克龙访美的具体日期 最快这周内就会确定